大家好,我是Lan哥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美丽新香港股市速递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股市呢? 因为我开了股市速递这个话题,其实也要收尾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最初讲这个股市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股市开始上升 由17000点升上19000,接着由19000升上21000 21000升上23000,接着就跌回了 所以这次我们以为是一个大升浪 终于仍然是一个牛市 原来香港的股市跟香港的牛市一样 好消息出了次后,死包打弹之后,就全部跌回了 由我们所说的大阳春,就变成大阳位 股市已经是阳位做的,大家不要有心存献幸 会不会再上去两晚?会不会再上去四晚? 大家就不要在那里发梦了 今集的留言,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香港的股市已经死了? 今天大家就应该全身而退了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忙订阅,请赞到一个分享给朋友 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先说回今次的升市,为什么会形成的 很明显就是大陆的A股大动 大陆A股究竟是习近平做了什么呢? 他最初扔了1万5千亿进去 希望将证券商上的死货买回来 接着就按给政府,政府给资金 重新再进市 他最初只扔了1万5千亿,就将市 由A股 由2700点扯到3300点 之后就不断传出 又说会扔6万亿进去股市 又说会扔15万亿进去股市 怎知全部都是出口述的 全部是谎话 在上面的A股来说 因为这么多谎话 在国庆假期之前 很多网红 不断吹嘘中国的A股 很多新手都进去追 谁知道 8日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大跌了 这些网红突然消失了 也有抖音,或者微博封号 也有 网红就消失了 但苦主就一大班 苦主包括很多学生 这些家庭主妇 騎手,就是送外卖 还有和尚 和尚都跑去炒股 我们以前说 在香港股票里面 如果大家看到街市的私人 都在谈论股票 股票又大跌了 这次我想大陆的情况更过分 香港都没试过和尚跑去炒股 大陆现在连和尚都跑去炒股 如果大家有看抖音 现在抖音有很多这些库主 又跟着哪个网红 就会借了很多钱入市 连楼也卖了,就去入市 现在是一生负债了 他们负债不太多 只是几十万而已 因为他们可以借回来 只是借了几十万而已 负借了几十万 网红就有意无意求包养 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很美女 但大家要知道 现在网上很多叫P图 这类的 肥妹都变苗条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贪便宜 至于香港的股票是如何呢? 记不记得当时 从19,000升到20,000点的时候 汪先生不是出闻的? 他说 现在股市已经回升了 股市走先的楼市 就六个月 未来六个月之后 楼市就会正式急升 还是反弹 我都不记得他那篇文是什么 总之是这个意思 我当时已经出闻了 已经说汪先生错了 别人说股市走先的经济是六个月 就不是说楼市 所以我已经说楼市不能上升了 现在大家看看 汪先生当时的说话 和我说的说话 是不是阿拉人哥又中了呢? 至于香港今次的升市 很明显一定是由 A股的良好气氛大同 A股升 广告了很多外资 进来玩玩玩 至于我 我当时也和大家说 我觉得第一站的阻力 要升到升到24,000 24,000 如果你能冲破得到 就可以再向上 当时我也比较乐观 我以为如果有6万亿 有10万亿 就真的可以冲破上24,000 接着就可以再去三万点挑战 谁知道我太乐观了 原来上面真的没有水 正如我第一个议測 24,000就行人止捕 比较准确的就是七师傅 七师傅说 最多升到23,000 今天大家最后都知道 23,000过了一点 今天再回落 其实如果说准来说 七师傅是比较准的 我也算准的 如果我第一站 大家都记得 24,000 怎知道是安全 可惜我信错了 大陆的资讯 以为还可以有6万亿 10万亿 怎知原来大陆比你更窮 全部出口述 钱又没到 我当时也和大家说 没了解 大家应该散水 再观察一个月 所以我今天才做这一条片 提醒大家 真的要散水 还没散水 那些真的要散水 香港股票没得救 那我们看香港股票 一定要看中国发生的什么事 中国究竟现在的经济 是不是因因向荣 逐渐不好 当然不是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什么大难题 明年Donald Trump一个关税 还有一个问题 我很少在这个台上提 在旁边有提 就是遣返人数 我昨天在旁边的台上做了一条片 也很接受欢迎 就说美国传媒 就估计 在美国的非法入境者也好 预期拘留那些 将有30万人 就要被美国军队 趕回来中国 有观众友就指出了 不知30万 如果你加上其他历年的累计 应该有100万 我心疼 100万不是很夸张 大家想想 上面张献忠事件的事情就发生 当然100万人回到大陆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先罚钱 你不要以为回到大陆 就可以正常生活 不是的 罚钱 然后看看你给多少钱 如果你没什么钱 就运你很长的时间 就算你肯给钱 都怎样 你怎样都要运两个星期 这些是叫做教育营 你抹走了万国的资本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 是吧? 美国是一个大敌人 我们已经说了80年 说美国会倒塌 你也不相信 还要跑去美国生活 所以回来就要惩罚 这些 嚮往万恶资本主义的人民 好了 当这班人回到中国之后 有没有工作 当然没有 都走了这么多年 以前的工作都被人做了 或者以前摆开地摊 地摊都被人拿出来做了 那又怎样? 就变成了一些无业游民 即是我们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 一些烂仔 那么 他也不能恶资本主义 因为你始终 在共产党手上 恶资本主义就扰乱公安 坦白说就是拿着车到处撞 是不是? 我没得吃 我也要你没得吃 是不是?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 鱼蛋理论 为什么他有三粒 我只有两粒 店主说 那我给你多一粒鱼蛋 我不要 我要你把别人的一粒 王子华的鱼蛋理论 就很折合了大陆人的心态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说 关税 以及这些回来的 我们可能叫做犯罪分子 这些都是 这些潜着犯罪分子 你会看到经济和治安 都是非常之差的 明年开始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有什么政策 可以救到香港 如果可以救到香港 一早就给你 是不是? 就不用你下邦上来 挟持这些发展商 就是要你投地 好了 又说回香港本土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经济 好像没有什么起色 是吧? 楼市很明显 今天两个新盘 一会我会在楼市逐一提提 卖得非常之差 一个都卖了100伙 最后 150多伙 即是卖了六成 一个是没有消息 我一会看看 还能否找到 好像卖得没有消息 哈哈哈 一会找到新盘卖得非常差 热手就没有什么增长 大家都见到楼市 现在阴阴跌 每一个星期 跌少少 每个星期跌少少 它又不是跌得多 跌少少 但是我们说 职少就成多 即是 你长期来看也是跌的 好了 到明年 特朗普上台 你以为打关税战 只会跟中国打 香港也有影响 还有 美国政府将会取消 香港那些什么 经贸办 原因其实大家都不敢说 怕你做特务 香港经贸办在英国做特务 你以为西方国家不害怕? 个个都害怕 你打着这个 这个经济的仿资 去做这些特务 我们经常说 基本法来说 这些特务就是属于外交 外交应该是中共自己搞的 就不会搞香港 就不是的 找了香港这些机构 你以为做特务 香港一直都是讲经济 谁跟你讲政治 妈妈突然间 找这些经济机构 来做特务 西方国家当然是害怕的 当然取消了 你们这些经贸办 除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被取消 其实经贸办在美国 也没什么好做 所以人家首先 取消了你的经贸办 你可以看到 未来的关税 或者加上这些 最惠国待遇 被人取消了 经贸办又被人 踢回来 香港和西方国家 经济的连接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 阿超哥 才叫大家 找一下 亚非拉生意 和俄罗斯做生意 还死 现在美国 因为你和俄罗斯 做这么多生意 香港已经被点名 被洗黑钱 做一个洗黑钱中心 或者在这里 一两天我开一段视频 就是说 美国指控香港 已经成为一个洗黑钱中心 其实也很严重 因为你一被美国点名 其他国家 就对你香港 所运出的货品 就开始 看看你有没有洗黑钱 就算你这些资金打到外国 做卖楼 都会被人好像 查身家那样查 審判 審判 究竟你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就是对于这个经济活动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不过关于股市那里 我觉得 其他股价都死了 那些新IPO 即是那些新股的招股 可能有一些喜悉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全民 即是大陆要将那些大陆大型的上市公司 指定一定要来香港上市 譬如有些未来香港上市 滴滴 是吧 就是这些 几间大的营会来香港上市 那些大型上市 香港上市 一定是 都会集得到一支资金 那来年的新股集资潮 就可能会有些增长 就是 不像这些一、两年就这样死了 是吧 但是这些新股集资 我想都是在集资那一天 是吧 上市那一天 成交了多一点之外 之后呢 又一谈死碎 根本大家怎么会炒这些股 是吧 你好像这个美团 喂 你在大陆都是不断消云指 都没有盈利 是吧 虽然你说值多少钱市值 值多少钱市值 都是没有盈利的 滴滴也是 是吧 亦都是没有盈利的 所以预计 明年的股市 大家都不太记望 是吧 就是有什么可以找到吃 是吧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股 大家在这儿做这个 唐边鹤 当日尝试一尝 是吧 起码有几个%升 就是赚少许 赚少许 就是赚少许 这个下午茶就算了 最后 我做了一条片 就提醒大家 就是香港这个股市 就宣布 sortify 玩完了 如果大家知道 资金还没走 都要走的了 在这个位置没有意思 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 万六至万九 或者去到两晚 万六至两晚 就在这儿徘徊 是吧 那你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是吧 你可以万六兜底 走去万九又买 又我又走去买出来 可以的 你不要玩一下 但我相信 你要这样做的 一定要买一些 可以影响到恒生指数的股份 是吧 不要买一些这样的股票 那些股票是不升的 就是 你一定要买一些大蓝筹 就会影响到恒生指数的股票 是吧 我想他们这班人 还在玩的 都是玩棋子的 就不会和你玩个别股份 真的 我觉得 你还想去找一下钱 大家留意Bitcoin 我也觉得 如果跌回到五万 六万 大家可以买一点 就要试一下 但Bitcoin现在的质量 那么强 我也觉得随时 会升到会不会 我就觉得 我就买了很多 买出了很多Bitcoin 只剩下少少 最后这支 我会什么时候 买出去呢 就是 15万美金 我就会买 就买上去了 哈哈 看看会不会Bitcoin 升到15万美金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RNX 那千亿富豪呢 他曾经说 自己在楼宇买 没输过钱 是吧 我也很奇怪 但是他说他自己看了4千多个物业 我就不知道怎么看了4千多个物业 我就不知道怎么看了4千多个物业 做经纪都看了这么多 你一身人哪看了4千多个物业 那我觉得 哇 真是很棒 我做这个楼宇买卖 即是 投资或者炒也好 也有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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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也有赚过 也有赚过 也有赚过 反而 Bitcoin 我真的没有赚过 哈哈 虽然大家都说 很多人看不起Bitcoin 这些虚幻的 没有实质 施永青也曾经出过文 在罵Bitcoin Bitcoin当年跌回到2万多元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当时是2万多元出来的 因为那天他突然骂Bitcoin 我心想 咦,Bitcoin倒下了 当时我2万多元 我又买了少许Bitcoin 哈哈 有时候投资 我觉得要找一些灯神出来 即是 他说什么呢 你就跟他推着说 就可以了 近年我发现我有两个灯神 一个是汪山 一个是斯山 我觉得斯山 他未必是登了 他的原因 很多东西都是说反话 他明明知道楼市跌的 他应该去做地产经纪的行为 一定说是升的 哈哈 不要管了 总之他公开说是升的 那我们就买跌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多谢大家的收听 和收听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